幹什麼東西 放心 不會拍到你個資啦 你要說謊 做節目 我在寫我的個資 然後你一直逼我說話 即將要進入我的生日了 人又要老了 現在所有跟年紀有關 不是那麼好的名詞都加在身上了 人氣啊 老妹啊 人氣為什麼不好 感覺好像就有點 人氣才像 就現在某種片裡面才這樣 歡迎大家來到研究所開箱 今天其實來到的是嘉飛醫美 剛好是朋友介紹 加上呢 現在我們來的是9月底 我在過不到一個禮拜 要生日了 變老妹了 哦 其實現在已經是老妹了 哈哈哈哈哈哈 我已經入活動圈這行已經十幾年了 以經歷來說 我已經算是老妹了 滋滋那種才叫新妹 均白那種才叫新妹 入行一年的那種 媽呀 年紀越大 很容易有些地方 越鬆 Nope 最容易發現的地方 就是臉的部分 就是你沒有去做一個 就是提拉 它很容易會鬆死 但是 我有個姊妹群組裡面 他們就很常說 啊 你要去做音波啊 很容易會痛 很像是有人在邊 咔�あ 一直在上面巴掌 那種感覺吧 其實我有點知道音波這東西 我有培育前 女友去弄過 喔 他要全身麻醉才做 就是完全在一個沒有 任何知覺的情況之下 做這件事情 對 因為他起來是爆哭 今天我來到這一家 原因是因為姐妹推薦我 這邊有一個 無痛音波 我有點小懷疑啦 到底是真的無痛 還是他只是跟我說說而已 那我們等一下就直接來體驗看看 先來看一下我的臉好了 正面長這樣 因為等一下在中間做一半了之後 就會讓大家先看一下差別 跟做完之後的差別 希望等一下就可以再這樣提上去一點變這樣 做完變花木蘭這樣 變上氣 好那我們就去體驗吧 我們先卸妝菁姐囉 好 我從來沒有這麼深入的進來一面 我們有一點新鮮感 感覺很輕鬆耶 一點都不緊張的樣子 會燙就一定會燙 不會燙就不會燙 我就連青粉絲都可以睡著了 我還蠻怕蟲 你那個卸妝沒什麼差耶 氣勢也沒有差很多耶 微血管的那個段子 對啊 我皮膚很薄 之前其實也很想把這個打掉 皮膚把它維持好了的話 其實我這個人應該是不用什麼化妝的 你應該是眉毛弄好 中個睫毛 應該就差不多了吧 頂多就是不是有人 也有去弄什麼嘴唇 我用過 袖唇 但是超暴通 其實我覺得弄嘴巴是最難維持的 整個嘴唇都是傷口 所以你吃東西很難吃 它開始結痂之後 你顧要顧得更用心 如果說你有吃東西 上面沾到任何東西 你沒有把它清理掉的話 很容易會長泡針 好 它是想要做什麼樣子的改善 可能就是毛孔還有粉刺 然後跟臉的皮拉的部分 現在是有上妝的狀態嗎 現在底妝已經 比較難一點寫掉了 我看一下 哎唷 膚況好捏 比你差一點啦 哈哈哈哈 我等一下這邊會往上 以後年紀也輸的 就來跟你們打 可是不行啊 一定要痛的啊 我們要用這個方法打 有年紀剛才講說 一直打十八那個 它真的膚況很厲害嗎 不錯啊 跟年輕妹子有的理 根本就年輕妹子 好 那我們先打這一半點 我們先試一點好不好 我有幫你稍微調高一點肌量 我們試試看喔 打囉 還好嗎 沒感覺耶 我們現在這樣已經打了二十八了 打OK嗎 完全沒感覺耶 靠近骨頭的地方也沒有酸酸的 顴骨那邊有稍微比較酸一點點 但是其他地方完全沒感覺耶 這邊呢 這邊有喔 酸酸喔 妳身上這樣多久可以做一次 還是建議一年一次啦 鷹波這種東西你太常做不好 還是要給皮膚有一點休息的時間啊 你知道鷹波的原理是什麼嗎 小時候有沒有玩突透鏡 對著陽光 然後它是不是會對照一點 然後你是不是就拿一張紙在那邊讓它燒 等於是我們這樣一巴 但是因為我們的能量沒有強到說會讓它燒起來 但是它就是幫它加熱 那在你的筋膜層上面加熱 蛋白質是遇到熱 它就縮緊了 就拉緊了 對 它的音波原理就是這個樣子 音波一般來說 劑量足夠的話 維持時間大概都可以一年 甚至有些人一年半 其實女生年紀越來越大 或者是膠原蛋白流失的時候 會有三個紋路 三八紋 一個八 兩個八 三個八 這叫三八紋 這邊會是淚溝 這邊會是法令紋 這邊就是等於吹下來 這邊就會多出一個木偶紋 三八紋 所以看起來年紀就會很大 余生有男生也來做這個嗎 有啊 我 怎麼攝影師無話可說卡住 如果說攝影師這種的話 他應該要氣發個比較好 等一下等一下 你現在是因為膚況的問題 影響了啟發 還是表面肌的問題 表面肌 這已經超過分 你問這什麼問題 我覺得你比較需要的事情 先打算 先這樣子貼進去之後 剪輯這邊剪掉啊 我覺得我眼睛往上了耶 我剛剛躺的時候 是覺得我的眼睛 蹦蹦的了對不對 就稍微往上了一點 眼尾好像有一點明顯 而且我們剛剛說 這邊的法令紋比較深 而且這整個有上去耶 這邊比較膨 整個上去的那種感覺 如果說這邊這樣 兩邊就會比較平衡 有捏 那他有回復期什麼之類的嗎 音波這個東西 多多少少 還是需要一個月的時間 一個月的時間 他會作用效果 會更明顯 就越來越提嗎 越來越提喔 醫生那有沒有 比如說他暫時的膚況 是怎麼樣先不要來做比較好 當然你如果說 臉上有些傷口啊 或者是貓那種很多爛鬥的啊 這個就先不要了 就先養好皮膚再來 對 還是養好皮膚 因為皮膚的完整性 還是很重要的 好嘞 好嘞 來 看鏡頭這樣的話 左邊整個貼進去 我讓大家來稍微回顧一下 我剛剛一剛開始的樣子好了 有耶 對啊 而且這邊真的是比較垂的感覺 這邊整個就是這樣子上去 以前這樣看起來的時候 就覺得眼睛也不會垂 但是現在這樣看起來好像就是真的眼睛有點垂 現在這邊整個就是這樣子上去的 嗯 好可怕喔 好開心喔 哈哈哈 其實你知道我最大最大的問題 我真的對我的毛孔粉刺 沒那麼有自信 很多女生都說 希望養成那種雞蛋膚 所以等一下我想要做一個東西 好嘞 好嘞 海肥秀 海肥秀 剛剛他們有推薦我 所以我做完那個的話 一定會差超多 他把這個牌子放到這邊是對的耶 完全一做起來看到就說 我要做這個 哈哈哈 直接加有沒有 海肥秀它算是一個水飛縮的部分 我很久很久以前有做過一次 但那一次印象沒那麼好 這一次的話來試試看 有沒有機會可以將我的粉刺去除掉 讓我你的皮膚看一下更美 好 那我們等一下就繼續看下去 走走 可以看一下今天的水 今天的水要來看了 你有拍到嗎 白白的 白白的都是我們的粉刺 今天來做完之後 所以我們有做了 英波馬跟水 海肥秀 海肥秀 一直會忘記名字有沒有 但其實老實說 這兩個做完之後 臉明顯的提拉了許多 照片的話 對比圖也會放在這邊給大家看 做完海肥秀 整個臉變超亮耶 是不是有覺得很亮 而且這個是完全不用上妝 現在的狀況是沒有上底妝 只留眼妝的情況 整個臉膚色都比 好像上了底妝之後還要更亮 而且這是自然而然那種光澤感 所以真的非常棒 那大家如果說對這兩個 有興趣的話呢 也歡迎直接在說明欄那邊 也會放他們醫美的網址 然後大家也可以直接來詢問好不好 今天如果大家喜歡的話 想要更了解我們過程等等的 都可以在下面留言 記得按讚分享加訂閱 並且開啟小鈴鐺 那我們就下次影片見囉 掰掰 如果還沒有訂閱妍妍的頻道的話呢 記得按讚分享加訂閱 並且開啟小鈴鐺 才不會遺落我任何一個影片喔 也記得要幫我按讚 訂閱分享 並且開啟小鈴鐺 不要說IG跟粉絲團啦 不要 ln…. Eliz Allen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